今天在討論這個 其實我令我聯想到 我們2002年去參加那個美國精神醫學會 它其實在那一年也引起很大騷動 為什麼 因為那一年就是 國會就是針對 這個在美國地區有沒有藥物濫用 特別是針對利他人濫用 請了美國精神科醫師 特別是他們精神醫學會的理事 去國會作證 特別是把這個來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為什麼到底有沒有濫用 有沒有被過度治療 結果後來發現根本是沒有 所以他們統計在這個 後來就從這時候開始做一些研究 就是說在現在在2008年這一篇的一個研究 就是美國精神醫學會就發了一篇新聞稿 就是說如果你在那個 有注意力不集中或過重的一個小孩 如果你用中株神經的活化劑 就是這樣利他人或專輯來治療的話 並不會增加在成年時候 藥物濫用的風險 而且是怎麼樣 要早期接受診斷跟治療 避免怎麼樣 你今天如果不做這樣子的診斷跟處理 用藥物治療 他長大了什麼 他就自己會去自我治療 他自己就說到了青少年之後 你出去你有沒有一些什麼好的可以來提診 有啊有啊 我有這些還不錯的 他可能跟你用到什麼 藍沸他命啊 搖頭碗啊 快樂碗 這個東西就會上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從美國的例子就知道就是說 其實提早治療提早診斷才是避免你的小孩以後會用自己的藥物 自己去用一些不明的藥物來濫用 沒有 我是覺得說其實我想講另外一個 有多少孩子或者是多少人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因為這個ADHD的這個問題 他在人際關係的互動很好 他在自信心 自我感覺低落 或者是像你們家的QE 他從小就要一直被媽媽講 QE不要動好不好 QE做好 QE這樣好 你不要媽媽可不可以 對 他不可憐我可憐 你知道嗎 我喉嚨掌解 醫生說你一定有不當的狂吼怒罵 我說 他說你是有孩子 我說對 你有不當的狂吼怒罵 所以說你喉嚨掌解 所以我前陣子喉嚨去開刀 那你剛剛有說到我兒子 因為他其實 我有送到醫院去 他要做很多評量表 他給老師做評量 自己要做評量 結果醫生的建議可能就是說 他做一些小肌肉運動或拼圖 或者是學溜冰 或者是說做一些體操 後面也是因為時間要浪費 也不是浪費要很多充裕的時間去 所以後面我去安排他做體操 那你剛剛說就是人際關係的問題 就像 這點我就說了 我就真的很難過 像有一次他大概四歲左右的時候 他跟朋友在一起玩 然後他就一個人追著大家在打 我說QE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說我是壞人 他們是好人 我是壞人 那壞人要去攻擊好人 我說你為什麼要當壞人 沒關係我做壞人 我說你為什麼要當壞人 他才回到家 到了晚上我抱著他睡覺 我說QE你為什麼要當壞人 因為其實有些小孩子你要當壞人 他會翻臉的 他說因為我當壞人 他們才會跟我玩 我就去聽得很傷心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 是因為他在學校常常就會被老師 因為可能就是 剛剛醫生說他會去踢 那老師就會認為說 那你就不要踢就站旁邊 可能大家一會好好的吃飯 他可能會動來動去 那就先站在旁邊待會兒再吃飯 會變成說他變成同儕裡面 他會覺得你就是要去做壞人的這個角色 那怎麼樣大家會跟我玩 我來要當壞人 我這邊還有一個案例 我就不曉得怎麼安慰他 我這邊還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他就是不能夠控制他的衝動 他就會去批評人家 然後人家講話講完一半 他就給人家插話罵人家 結果這小孩後來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經常在學校被打 就是一直被打 然後這個家長很氣 就說為什麼你們都要打我的小孩 然後他就去了解 最後有一次他忍 就是小孩子手都被打斷了 後來我們去了解的意思就是說 他每一次就是很喜歡批評人家 講得很難聽你知道 所以那些小孩子也氣不過去打他 所以這兩邊都有問題 對 然後把他手打斷了 家長就很生氣 他說我跟你講 我再也忍無可忍了 你們以後有哪一個小孩敢動的小孩 我一定告你 結果一切小事去告 搞得不然這樣關係實在是很難 就這叫人際關係 搞得真的是一塌糊塗 這個真的就是要澄清一下 過去我們對過動的觀念 或過動的觀念都說 一定是他錯 或者是說他就是這樣子 他老是拿過動當作理由跟藉口 其實這樣小孩他基本上 他其實IQ是很好的 或者他是聰明度夠 但是就像剛剛我們講的 媽媽們就是會為了這小孩的人際關係 為了他的學習的問題 或者態度的問題 或者生活習慣的問題 覺得很傷腦筋 那小孩子事實上不會去霸凌別人 往往都是被霸凌 對啊 我在我的門等看到 我說說你在學校跑一跑去 走一走去有沒有欺負很難 你說ABA去的小孩 對啊 都是被霸凌 他都只有欺負媽媽而已 對啊 欺負媽媽 然後被同學欺負 只會欺負媽媽 但是在學校都是被同學欺負 我記得另外那個 好像邵星邵哥 他孩子也是有一點點這樣的問題 你知道嗎 我記得他們那時候在 這個比例太高 每12個兒童就有 就有一個可能是ADD或者是ADHD 對 證詢率的話是8%左右 8% 他們那時候在講說那個小孩子 我覺得跟那個 你的小孩的情況有點像 他也是 當這個小孩 他在學校被貼標籤 就是說 反正他就是那種人 就是常常幹壞事 老師也是覺得 這個傢伙就是一個不聽話 上課做不做 一天到晚喜歡弄別人 亂捏亂捏 所以有一天有一個小孩 好像洗腦袋把自己的頭髮弄壞了 不知道是自己抽籤去剪 然後剪了回家 是不是爸爸會罵 你怎麼會頭髮弄成這樣子 他又不敢說是自己做的 他就隨便掰了他的那個 他們的兒子的名字 因為反正他平常是壞人 他就掰了 可是家長怎麼會想到 有一個人會隨便掰同學呢 而且他這個同學又平常是 有案在身 一天到晚就要被寄的 所以就很怒氣衝衝說 對啊 就說跟老師講說 你怎麼管學生的 你學生管成這樣 他把我女兒頭髮剪成這個樣子 那你都不用管的 然後這媽媽到學校講說 你怎麼會這樣子做呢 那一開始那孩子 他就沒有 很奇怪 他們後來都不反抗的 對 對 就很默默去接受 對我當犯人 大家會跟我玩 這個就是長大之後 我相信小榮應該有經驗 我們看到很多 我從小這樣看到大 如果他不治療 因為有些家長可能 吃藥會不會怎麼樣 然後就一路上 等到他國中過來看我 我說為什麼過來看我 沒有 他變憂鬱了 他現在躲起來了 他現在自己都不想跟外界接觸 拒學了 為什麼會拒學 他覺得去那邊沒有人愛我 沒有人接納他 那幹嘛去上學呢 或者是什麼 他跟同學講什麼 人家對他不信任 覺得他就是被跌標籤一路上 所以這樣的小孩說真的 沒有把他好好治療 長大之後變憂鬱了 變焦慮了 變焦慮了 變躁慮了 甚至有強迫 好像讓自己好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得到別人認同的 得到很多其他的這樣共病症狀 真的是很多 小柔你會這樣嗎 會 被欺負 被欺負倒是不至於 因為我的老師很疼我 我是說我很幸運 我國中的時候 我永遠記得那個老師 他是關正義老師 他那個時候他 他可能就發現我怪怪的 所以就是班上的女同學都會 就會想辦法就是欺負我 我講話 而且又再加上我是單親家庭 所以他們常常會 就是過來就會排擠你 或是假裝好像跟你很好 可是明天又對你不好 可是他們沒有行為上打架或什麼的 然後國中的時候 我的老師就知道 也好像也知道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 剛才講剪頭髮的 我小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拿一個露刀 就把整個頭髮給露掉 不然就是整個都 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一直很想要這樣做 然後可能想要人家注意吧 還是什麼的 然後後來 我們老師也發現 然後他就帶我畫畫 然後一直畫畫畫畫 畫到高中的時候 就是其實 因為是阿公阿嬤帶我 可是他們常常會 接到老師的電話 或叫訓導主任的電話 然後我 我一回到家 我會看到他們在哭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開始 就不交朋友 高中的時候其實 然後我高中我只記得 我只有畫畫跟跳舞 那你的小孩讓你 聲帶長減 還有什麼事情 你有帶來攝影棚過 有啊 有啊 可是這其實是真的一個 很不好 不好 很不好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我就 前陣子就很流行 帶小朋友上節目 那其實我就覺得 反正小孩子 給他一個機會 然後我們兩個 可以有個相處的那種 就是覺得 讓他也可以學習一點東西 我自己也可以發現到 我孩子在面對壓力 這個事實很重要的狀況 結果我 那一次有一次他去上一個節目是 他們是要那種 就是母子裝 那一定要有個 before跟after的照片 那之前其實我兒子 已經到處在跑了 其實我覺得現場跑 我覺得OK 你怎麼亂都好 我也是跟製作單位說過 Kiwi會比較亂跑 結果到後面呢 因為攝影機要take我們兩個 before跟after的照片 after的照片要拍喔 他怎麼樣 就是不肯給拍 拍囉 全場人們好心好意的 勸怎麼樣的 因為之前在那邊弄 已經弄他弄很久了 手又動 什麼頭髮又動 弄好的帽子也不要戴帽子 已經搞得大家 已經快瘋了 終於搞好要拍照 給攝影大哥拍一下 不要 不要 我說Kiwi拍一下就好 一下 要小孩子拍照 其實是很痛苦的 不要 就是不要 我整個人已經好好說 說到後面 我說Kiwi看鏡頭 看一下 之後那攝影機終於咔嚓下去 拍好了 我整個人把他往前推 大哥前面有樓梯怎麼搞 我整個人要把他往前推 你不要他就算了 大吼 全場全部的人嚇到了 然後助理什麼都過來 一起扶Kiwi 我自己到後面 氣到抖在那邊掉眼淚 因為不好意思哭給大家 但是你就會 怎麼會這麼難控制 然後又自己很後悔 你知道Kiwi的心情是什麼嗎 我明明讓你拍了 沒有 他還在動 有點羞憤這樣 我已經是把他 已經他根本就是不要拍 但是這個給了我一個教訓是說 不要把孩子放在你的工作裡面 因為既然他沒有辦法控制 他並不想來嘛 他並不知道今天來幹嘛 三四歲 他不知道要來 這是我的錯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因為自己控制不了這個情緒 但是你不要把他跟你的工作結合在一起 因為我對我的工作 我有自己的要求 大家都在等 這是工作 這已經不是在平常我可以跟你耗了 對 你不想溜冰我陪你耗 你不想攀岩我陪你耗 不是了 那也是我自己不對 然後當場我情緒失控 那他也 我覺得他也受到委屈